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温文以压的网络写手 每天都疯疯癫癫地自言自语 是什么原因 让他经常厚着皮皮 要皮皮摸一些东西才开心 是什么原因 这个男人带着四个大脊雷雷 去和公园管理员阿伯过不去 是道德的伦桑? 还是人性的扭曲? 本故事和大家呈现出主人公 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深陷其中 谁都 第124章 相信科学 看到生死保三的字 我吓得手都折迷 那半夜差点跌落地下 他们一个二个 见我手差点握不住那半夜 每个人都抬着腰 打算折着半夜 不要跌落地下 我把生死保 抱住在胸口里 声音都震了 问老掩 掩过? 那怎么用? 老掩高深莫测地说 你有没有想要查在世的人 听到这一句话 我一阵茫然 说第一件事想去查的 肯定查自己的信息 但这个是生死保 他记载的是每个人记定的寿命 万一一查查命 我明年就刮柴 今年都不会好过 就算说 我可以活多五十年 以后每个生日都要计一计 剩下多少余额 恐怕都不是什么开心的事 游己及人 父母亲戚或者朋友的道理都一样 我不禁呆在原地 我一直这样认为 生死保 是天地之间 最邪恶 而又最强大的道具 今天我才发现 他对普通人来说 是这么凝重的宿命 反正强哥仔我 就没勇气去翻开他 老掩也都似乎明白我的心思 他说 那你自己试试随便查一个人 就查叫做 张三或者李四 张三 他在我手里面 接过自己的生死保 翻开第一页 在上面 用手指来写字 写了张三两个字 我好惊奇地说 哇 这本生死保 都有屏幕手写的输入法 老掩好不舍地说 如果不是呢 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吗 好像查字典那样 何时才查得到 他在空白的地方 写完张三两个字 在本的右上角 点了下个确认件 只见到 原本空白的纸面上面 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两排名 无一例外 都叫做张三 我很好笑地说 原来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人叫做张三 老掩说 这个世界上一共有 283个叫做张三 我秒秒嘴 哈 这件事不是很好用 我说 如果要查的话 怎么知道 谁打谁 就好像以前电视上 有一种玩法 发送你的名字 去某某某某地方 然后就可以查出 全国有多少 同名同姓的人 嘿 那些是骗人的 老掩说 所以嘛 你要精确查一个人的话 除了要知道 他的名字之外 还要知道他出生地 对啦 性别啦 当然 最紧要就是知道 出生年月日 和卖士神 他随手点一点 其中一个张三 继续说 比如 你知道这个张三 出生在河北 哪个市 哪个镇 哪个村 这里有出生地 而且叫做张三的 不就只有他一个 那你要查的人 九成九就是他了 我说 嘿 那如果这两个张三 一起在这儿出生 也都同一时间出生 那怎么办 那就用性别来分啦 哦 那如果这两个张三 一起在这儿出生 又同一时间出生 也同一个性别 都是男的 那怎么办 老掩挖着我 喂 你是不是过来聊交打的 我嘻嘻一笑 也都知道这些事情 发生机率 微乎其微 随着露燕的首一点 那个河北张家村的张三 的名字 微微发红 然后 在书面上面 有个手指这么大的 人仔 就开始三百六十度 旋转起身 身材 线条五官仍然清晰 他脚下沿浮出一排的数据 哇 我整个弹起身 我说 这本也还有三些图像还原 老掩好得戏地说 你别以为我们是 冥戒落后才行 厉害的发明家 最后也都被我管 我想一想 又是 然后逼不及待地问 这个张三 还有多久受命 老掩望了一会儿 书上面那个圆空的人仔说 看这个状态 大概有二三十年左右 我口无语地说 嘿 不是有句说话叫做 炎罗王叫你三更死 谁敢留到你四更呢 这个二三十年是什么意思 这么笼统统的 老掩指着人仔说 这个张三 现年五十八岁 身体还挺好 一出意外的话 应该可以活到八十开外 这样很正常 我好失望地说 他的寿命不是你定的吗 老掩摆摆摆手 我没那么大的权力 每一个人可以活多久 其实是自己画视的 没什么意思 老掩又支着河北张三华 比如说这个人 这个人除了年轻的时候 和隔离村抢水医院 发生过一次群勾事件之外 基本上都没有做过其他坏事 身体条件也不差 这家晚年安稳 算收来的福分 当然 我说的是不出意外的情况 如果被狗咬到 或者被牛撞到 或者被车撞到 那就难说了 我这个时候才发现 张三这个人仔的数据 刚刚好就是老掩说的这些资料 这个老伯张三 除了年轻的时候 和人斗勾 留下一些污点之外 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 除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之外 他脚下面做了一条 好像血槽那样的东西 即是说还有小半管的生命值 我又好生气又好笑地说 哈哈 查出这些资料 对我来说有个屁容吗 我说假如下 如果我想和他加寿命 加到一百岁的话 有什么办法 老掩扯着头挖着我 当然没有了 他的生理机能就可以活到八十岁 你给他加到一百岁都没用的了 要相信科学吗 什么 我都快被他激死 你是炎罗王 你跟我说要相信科学 老掩笑嘻嘻地说 哈哈 炎罗王都要讲科学的 我生气到几乎拿着他的手就骂他 喂 你这个炎罗王这样有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你们架着的游祸 审问那些罪人的吗 这个张三如果是无恶不作的话 最多可以活到八十岁 你们可不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啊 老掩说 他如果是一个十足的恶人的话 就不会有那么好的状态了 所谓因果循环自然会降临到他头上的 这些不需要我们操作的 总之那句话 要相信科学 老掩又补充和我说 你不要以为我和判官两个人日夜去研究 去弄哪个处罚哪个才行啊 那是完全不现实的 世界上这么多人 我们怎么研究都研究不过来咯 现实的屁 现在我知道他的权限之后 对他们的敬畏感顿时化为乌游 我大声地说 喂 那你给这本烂鬼的东西我又乖用吗 这件东西是3D版的都市王爷 老掩说 注意你的态度啊 你是这样和炎王爷说话吗 你这样会被记录在案的 张三为什么不可以活到一百岁呢 就是因为他有污点 炎王你的屁啊 我继续说他 我看得出来啦 你其实只不改个管户籍的 只要我不去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东西 你怎么看我不顺眼 到脆我不脏 拉我不脏 唉 我这个先明白 炎王爷原来没有传说之中那么威风的 人死不死根本和他没关系 基本上只要不做坏事勤加锻炼 那就基本上可以运到七八十岁 再按照蓝彩王的修炼方法 还可以额外获得美貌如花的富家属性 老掩嘻嘻一笑话 嘿嘿 我刚说 我不让小鞋被人穿是因为我没有空 没有说过我没有这种本事 咦 什么意思 嘞嘞嘞 炎王爷的权威不颈 在我心里面已经根深蒂固 我一定要确保自己有生之年的安全 老掩嘻说 就像你开车乱般停放 停在没有监控的地方 郑警不知道便算了 但你如果得罪了郑警大队队长的话 队长就叫所有郑警复受你一个人一台车 你看你好不好手啊 不按規矩使用燈光的話 我將你本寶十二分都扣你信不信 我立刻拿著他的手曬 嚴格嚴格我都是替你名不平的 好像你那樣的部長級的人物 不應該只享受鄉長的待遇 老掩笑 你這臭小子還不當我一回事 是不是? 嘻嘻嘻嘻嘻 我繼續曬 回頭說 那樣是怎麼操作的? 我也想體驗一下潮激在手殘暴無盜的感覺 老掩說 如果一個人做得太多虧心事的話 我想等他頭暈生氣 還不是打過歐或圈圈的事 再嚴重一點 只有膽潔石或腎潔石也不難 很簡單 你手機APP上玩過湯姆貓嗎? 但玩過 怎樣? 我真的玩過 那個湯姆貓不就是 生得特別養蠢的電子貓? 陰陽怪氣地學你說話 你可以打他 具體操作方法就是 用手指揍他去哪個地方 去哪個地方就痛 沒錯 在生死寶那裡刮你兩巴掌 你就算在千里之外 都要鼻青臉腫 我一下子把生死寶 搶回到自己手上 嘻嘻 我就要這樣的金手指啊 嚴哥 那這本東西 是不是還算沒用啊? 嘻嘻嘻嘻 你是玉王大帝啊 嘻嘻嘻在旁邊又不肯 喂喂喂 別亂開玩笑啊 嘻嘻嘻 你只在旁邊偷著笑 哈哈 你說我知道了 你叫no jaw no die 我扯住老掩的手說 嘻嘻 是不是以後誰可以得罪我之後呢? 我只要知道他的生神八字 和出生地點的話 就可以回到家裡 打到他媽媽都不認得 老掩笑著說 理論上是這樣的 不過 你不可以濫用職權 讓我知道了的話 立刻收回的 嘻嘻 不會不會 我一想 好像哪個不對啊 失驚無神地問他 嘻嘻 等一下 如果我不知道對方的生神八字 或者出生地的話 那怎麼辦啊 嘻嘻 嘻嘻 就像昨天一樣 我如果要想打翻那個肝頭結肥的話 還要問他叫什麼名 在哪裡出生 今年多大啊 那我要多有親和力才行啊 劉魯陸在旁邊插口說 我們給你生死寶 不是為了滿足你陰暗的心理的 主要是考慮在人間幫我們天庭辦事 需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這件事可以第一時間幫你查閱一些人的底細 你不要主刺不分啊 下集內容更精彩 敬請期待 第一百二十五章 日本料理 對於劉魯陸的說話 我自然就不放在心上 所謂粗刀必割 新買台小牛 都拿出去鬥一下風啊 拿這件東西 我還不先過人 我看時間也不早 我就問劉魯陸 喂 你打算請我們去哪裡吃啊 你想吃什麼啊 附近有些什麼特色呢 有間拉麵館 好地道的 他們的東西出品不錯的 我瞄瞄瞄嘴 就請我吃這些東西 精神病院旁邊就是這樣的 那些大飯店的會在附近開了 我想一下又是 暗暗沉沉的說 等等 我先問劉魯陸在哪裡 漢忠妮他們拿來 我還未請他們吃飯 然後 我就問出手機 楊晨妮的時候醒神 她說 我打 讓我打給她 她研究了半天 應該很熟悉這個智能手機 她找到劉魯陸的電話號碼 立即撥過去 瑋洞斌其實不習慣 有陌生電話號碼 在電話那邊 何仙姑就說 你跟誰說話 先不說這個 強仔問你在哪裡 在北京路逛街 我新的頭上去問 在哪裡逛街 在北京路逛街 我笑著 你都很會選擇地方 你師傅和何仙姑現在跟你在一起 是的 做什麼 一起吃飯 算是我和她接風 好 記得接過來 到了我再打電話給你們 然後呂洞斌就吸了電話 楊展好不滿意 他說 明明是我打電話的 全部都被你說了 我和劉魯陸說 一起啊 劉魯陸擺擺擺手 喂 你們吃飯我就不去了 免得大家拘束 我好皮疑地說 哈哈 三分顏色的上大紅 真是當自己還是老手掌啊 我叫你去 是讓你去埋單 劉魯陸一得 摺到他爛椅子裡 他說 哼 那我就更加不去了 我又和劉魯陸說 劉魯陸說 劉魯陸 不要忘記做正經事啊 不要忘記做正經事啊 順便和我女兒買兩套漂亮衣服啊 我們到了北京路天河城百貨的地下停車庫 停好車之後 楊展呢呢呢說 這次等我來問一下 他馬上打通呂洞斌的電話 我們到了 你們在哪裡啊 電話對面的呂洞斌有點煩躁 我也不知道啊 是頂 這裡明明都是中國人 為什麼一個中文字都沒有呢 然後就聽到旁邊的店員笑著說 先生啊 我們這裡是美特斯邦威啊 楊展疾了 什麼話 美…美特斯邦威啊 曾經和我一起逛過Shopping Mall的李正說 啊 我知道了 在一個賣山的地方啊 我趕快帶著他們幾個走 就在美特斯邦威裡面 我就見到何仙姑和鍾離拳他們幾個 新來的第三仙 已經被呂洞斌簡單包裝過 鍾離拳套著一條有勇的垮 頭上戴著極之有文藝范的八角帽 看上去就好像那些藝校美術系系主任 藍彩和一身英倫風 長頭髮插著馬尾 有點像二三線的明星 何仙姑這邊呢 上面一件小風衣是蓄腰的 下面一條長的牛仔褲 再加上長筒蝦 乾淨利落 看他們各人的身材和氣質地出發 呂洞斌的配搭可謂是非常之成功 我環顧四周 咦 斌哥呢 這個時候 呂洞斌慶至昂然地 在市衣間裡走出來 指著自己穿著一條牛仔褲的吊牌問我 我穿這個怎樣 他雖然不認識別人的品牌 但是也不妨礙他試別人的衣服 何仙姑皺著眉頭說 這麼緊一定很不舒服的 咦 這個你不認識 這些褲就顯手 還顯腳長 何仙姑說 你的腳這麼長幹什麼 想追別人的姑娘仔 呂洞斌垂口說 咦 當然想追你啦 鍾離拳藍彩和他們集以為上 但是李靖他們幾個很不習慣 立刻把面領在一邊 說完這句話之後 那兩個人就開始互相尷尬了 何仙姑性格 潑勒奔放 呂洞斌本身是一個風流的堂的男士 看來他們兩個以前說話都是垂口說的 李靖 再來這個吊吊的話就有點不適合了 我打叉他們說 咦 你穿牛仔褲挺好看的就這件吧 呂洞斌撕掉人家的標籤牌 好的 就去上班了 我們物費都使完了 適合活生 再走到一行mall 掛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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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出 我覺得我這件衣服也不錯 你也買一件吧 劉小六的頭在橫下 我才不可以跟你穿一樣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我靜悄悄走到呂洞斌的身邊 細細問他 斌哥呀 你和這位仙姑姐姐 就這樣打算師兄師妹這樣好住 呂洞斌有點惆悵 如果不是呢 我說 再往前走多一步 兩個人先試一試 以後如果發現了不行 就索性美結婚 萬一真的相處不來 就徹底死心 不再談感情 這樣以後還是朋友 呂洞斌說 我們那個年代 是沒有拍拖這個概念的 你打算讓我怎麼跟他解釋呢 我說 那很多年輕人都說 跟他一段時間 呂洞斌挖了我的眼 來來來來 我都說你要上游心生的 你不記得了嗎 在這個購物店走個圈 我就跟他們每個人都買一套過冬日衫 我們肚子都咕咕叫 我問大家 各位中午想吃什麼呀 呂洞斌說 你說是 吃的尖端一點點 商場的第二層 全部都是一些中高檔的餐廳 我看了一下 可以叫做尖端一點點的 就是得西餐和韓國烤肉 西餐我真的吃不慣了 但是韓式烤肉老實來說 真的沒什麼賣點 我忽然之間眼前一亮 哈 不如我們去吃日本料理咯 何仙姑說 那些是什麼來的 料理呀 簡單來說 就是日本的菜 日本菜 日本即是東營的意思 劉小綠率先表示 好啊好啊 我都想試下 綠公主有事無事沉迷於網絡 日本料理他就聽得到了 但是沒吃過 我們一旁人浩浩蕩蕩地來到餐廳 服務員等我們坐落之後 笑容可恭地說 請問哪一位點餐 我一舉手 劉小綠立刻說 我要和我要一個鐵板魷魚燒 嗯嗯 對了鐵板魷魚燒 話說你們還有什麼特色呀 啊 服務員說 日本四面環海 所以水產特別有特色的 刺身也是一個例子呀 我即時額頭 啊好好好 來三文魚刺身呀 我之所以選這裡吃飯 其實主要因為 我從來都沒來過 今次請大家過來吃飯 剛剛好也都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經常見到電視裡面吃什麼日本料理 其實就是推拉門鬼地下那種 這麼大張桌也都不見擺些什麼 就見人一人一對白色物仔 嗯嗯 幾少知道的 在服務員的介紹之下 我點了幾個菜 什麼蔬菜呀 水果拼盤呀 烏冬麵呀 服務員問我 那壽司你要不要呀 當然要啦 吃日本料理不吃壽司 就好像吃東北菜不點豬肉粉條 那樣 服務員笑著說 壽司你可以單點的 也都去那邊傳送桌上面自助 你看看 他一指指著那邊 有一條很大的傳送帶 慢慢在旋轉 上面擺滿了各種壽司 我問大家 你們說呢 李靖華 那就是吃的流水直 好啦 那就這樣啦 我點菜的時候 鍾離拳說 哦 我們是不是應該叫俄廣尼呢 老龍王雖然跟我們以前有些過子 但是昨晚 他們又送食的 又送有些雀的過來 楊展拿拿林說 將他電話給我呀 我說 對 順便叫上四大天王 好久都沒有見到他們四個了 楊展逼不及袋 所以用他的手機打電話給澳港 他說 喂 中五強仔請吃飯 我們在北京的美特使榜位隔離 去日本餐廳吃飯 叫四大天王過來 強哥仔請吃飯 你們用不用這麼大張旗鼓呀 我雖然有點無語 但是 快把地址告訴澳港 澳港那邊說 我是沒問題的 四大天王就不好說了 他們最近好像很忙 我試試 就等著上菜的時候 我的心養難耐 偷偷地把老遠給我的生死寶 拿出來看 翻開第一頁 就見到上面 有一排小方框裡面的選項 有什麼正確查找 隨機瀏覽 數據統計等等 啊 這家椅子真是幾高端大器 美中不足的就是 這裡只顯示繁體字 劉小陸生的頭過來 看看有沒有切換功能 咦 他都算是老網民了 咦 你別說 我真的在書頁的右下角 發現了一個 簡繁體的切換 我就在簡裡點了一下 整個頁面 即時變成簡體字 我忍不住笑 哈哈 地獄裡面都有簡體字 我試著去第二頁的時候 好吃驚地發現 而這本生死寶 只有一頁 事實上 它就是一個不基本 下集內容更精彩 敬請期待 就這樣 不必要 我不能 待不來 dent 真心 敬請 就這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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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